在中国历史上,契丹国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,并且统治大半个中国达两百多年之久的王朝。 契丹王朝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辉煌,关键在于,他实创了一种先进的政治制度,而这种制度至今仍然被我们演奏。 那么,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制度呢? 请继续关注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土飞,讲述塞北三朝之聊第三集,太祖建国。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。 在中国的塞北草原之上,曾经先后兴起了契丹族建立的辽国,女真人建立的金国,和党乡族建立的西夏。 那么,这几个民族是怎么发展起来的? 又在中华民族的文凭史上,留下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? 请继续关注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土飞,讲述塞北三朝之聊第三集,太祖建国。 上一讲,咱们讲到契丹又到了玄可汗之年。 本来阿宝基想意思意思举行这么一个典礼。 结果,一个汉族的谋士跟他讲,中原天子全是世袭自立,没见过有选举这种事发生的。 阿宝基就打消了选举可汗的念头。 那么给他出主意的这个人是谁呢?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。 我们听杨家将,跟杨家打仗的契丹将领姓韩。 评书里一讲,谁跟杨家打仗? 韩昌,韩严寿。 说肖太后有仨闺女,三个公主,老大嫁给韩昌,老二嫁给杨四郎,老三将嫁给杨八郎,大公主嫁给了韩家。 这个韩家他应该是汉人。 他姓韩,他应该是汉人。 契丹贵族就俩姓。 一个耶律,这是皇族。 一个肖,是后族。 那姓韩的肯定是汉人。 那么这韩家为什么能做驸马爷呢? 因为他们的祖先对于在契丹建国的这个过程当中,鞠躬至伟。 一位叫韩颜辉,还有一位叫韩之谷。 那么当时给阿宝基出主意的就是这位韩颜辉。 我们看啊,大凡历史上,这个骑马民族建立王朝。 最后他能够入主中原,混一天下。 在这个过程当中,一定会有中原的知识分子给他出谋划策。 辽西夏金,已至后来的元,乃至后来的后金,也就是清,盖莫能外。 所以这一次也是,当契丹实行可汉改选的这个时候,韩颜辉跟阿宝基讲,咱不要改选。 不要改选,那不要改选怎么办? 仿照中原制度。 你是可汉,你只要叫这个名字,叫可汉,你就老存在着一个到点改选的意识在里面。 你比如说你叫总统,总统没有说是习的,你就得到点几年几年就得一选。 你要想是习怎么办?改叫皇帝。 你称帝,这事都解决了,皇帝没有选举的。 从古至今,从秦日皇统一,没听说皇帝选举。 皇帝有任期,四年咱选一新皇帝。 没有这样的,所以阿宝基茅塞顿开,明白了,不叫可汉了,改叫皇帝。 公元916年,阿宝基正式建国称帝,国号大契丹,947年改为辽。 契丹的国号几经变化,他几经变,契丹辽。 老变,后来一般就用辽作为他的通称,咱就不是契丹辽来回变了。 当时阿宝基建国的时候,国号是大契丹,自称天皇帝,然后树律视为帝皇后,然后立自己的长子耶律贝。 这个耶律贝,这个贝字就已经是汉语了。 他的契丹语的名字叫图语,耶律图语。 那么他这个时候等于就已经有了汉名了。 阿宝基建国之后,改名为耶律义,一亿两亿的义。 耶律义就不再叫阿宝基了。 等于阿宝基是契丹语的名字,他也起了汉名了。 就说明他接受了中原王朝的这一套礼法。 然后封耶律贝为太子,皇太子,号称仁皇王。 用天帝人给自己,给皇后,给儿子来命名。 天皇帝,帝皇后,仁皇王。 所以这样一来,他正式建国称帝。 在阿宝基称帝建国的过程中,汉族谋士韩严徽拥共之为。 他不仅为阿宝基出谋划策,而且契丹的各项典竿制度,也都出自韩严徽之手。 那么汉人韩严徽是怎么成为阿宝基的谋士的? 阿宝基为什么会对他如此的信任? 这个人,他本来是幽州地方官刘守光的部下。 咱们讲说当时五代十国,群雄并起,天下大乱,中原王朝,梁唐晋汉州,五十多年更迭很快。 很多地方就是梁唐晋汉州,他也控制不了的。 不光是南方出现了十国。 北方有一些地方,他也控制不了,比如幽州,就是咱们今天北京。 这个地方,他就是这个节度史,是自立的。 那么在这种混战的过程当中,每一个地方的豪强军阀都想壮大自己的力量,广结外援。 幽州递进契丹,所以刘守光就极力的巴结契丹。 怎么巴结契丹呢? 认阿宝基为书,书律后为婶,以书礼,书妇礼待阿宝基,以沈阳的这种礼节待这个书律后。 所以一旦有人跟他开战,打起来了,他就派人去契丹请兵。 你侄挨打了,叔叔,你得帮个忙,你得来请兵。 派谁去的呢?就派这个韩颜辉去了。 韩颜辉一入契丹,见到阿宝基之后,长衣不贵,作了个衣,不下贵。 阿宝基吞着火的上来了,你主子是我侄儿,跟我叫叔,你来了之后,你是我侄子的手下,你个奴下奴,你见了我之后居然不贵,就贺问韩颜辉。 结果韩颜辉说什么呢?说我拜天,拜地,拜祖宗,拜父母,别人我不爱,我就不贵你。 阿宝基一生气,不贵我,请救兵,没门,甭响了,你想回中原,甭响了,放羊去。 你不是不贵我吗?天天你就放羊去吧,就把韩颜辉就给轰去了,轰去放羊。 结果韩颜辉去放羊的时候,树律后说话,史记记载是这么说的, 彼秉秉节福恼,贤者也,奈何阴辱之。 说这个韩颜辉这个人呢,是个真正的君子,他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,不屈杰,你看咱这儿,他算是深入虎穴了,咱们绝对是强势,他能不屈杰。 这样的人应该重用他,不要折辱他,是吧,您怎么能让他放羊呢,是吧,您应该重用他,让他做谋事,给咱出谋划策。 阿宝基一想,说得对,还是我的妻子,觉悟比我高,是吧,所以那这样吧,羊就先别放了,是吧,给我出主意吧,给我出谋划策吧。 那么,阿宝基遇事,就要跟韩颜辉请教,尤其是军国大事,特别是跟生产巩固政权有关大事,就要跟韩颜辉请教。 咱们讲,说当时阿宝基最头疼的事是什么呢,就是我们讲很多汉人来到这个地方,结果汉人来到这个地方之后, 因为不堪忍受契丹人的这种,就折辱,有的把他当作为奴隶,再有汉人不习惯草原生活,所以很多汉人在这住不惯,纷纷逃亡,这件事阿宝基很头疼,有一次跟树律后谈起这件事来,你说怎么办,咱束手无策,管契丹人,我没问题,上马管军,下马管民,这我没问题,管汉人,咱没点经验, 他们老跑,这怎么能把他们留住,书六说,这事简单,你不应该问我,请韩先生来说说不就完了吗,他就是汉人,阿宝基毛色顿开,就派人去请韩颜辉, 韩颜辉来了之后,说,汉人,牧牛放马,飞其所长,莫若化地铸城,以安置汉人,民安则国安。 这番话,阿宝基一听,积极赞叹,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,每个人你要用他的长处,你让汉人放羊放马,他确实他不会干这个事,确实都不会干这个事,这一群羊跑出去,你知道哪只是你的,你怎么给领回来,你要真让韩颜辉干这个,他也不是他的擅长, 汉人会纺织,会冶铁,会酿酒,会煮盐,会铸城,应该发挥他们的长处,而且这些东西,如果他用了的话,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,对于将来我政权的发展,是大有好处的。 所以阿宝基就接受了韩颜辉的主张,就在契丹的祖居的地方,就建立了周县,建立了城堡,而且他为了不让这些个牵过来的汉人,有思乡之念,他特别有意思。 我建这个城的时候,我按什么建呢,按地域建,你从哪儿牵过来的,凡是这一个地儿的,老乡们都给你住一个城,而且这个城怎么命名呢,就用你原来的家乡命名,你都是三河县来的,我跟这儿建了这个县,这个县还叫三河县,还叫三河县,所以就有点像桥居的郡县,等于咱们这儿就是,咱这个城就是三河同乡会, 大家都来,都在这儿,你现在住在草原上,你抱你的家庭住址,什么地儿,三河县,你整天张嘴,我住在三河县,你就不会有一种什么,我私乡,我现在由三河,我迁到什么别的州来了,没有,我还是三河县,我看到的全是我的老乡,我听到的全是我的乡音,这样一来,你就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了,其实用红楼望里的一句, 反任他乡做故乡,你就安居乐业,你就不会逃亡,然后,凡是以后契丹贵族对外征战,被俘的中原百姓,一律都用这种办法,都采用这种办法,设立这种州线,让草原上,在北方地区,兴起一座一座的新城,特别是安置这些中原的移民,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,韩颜辉出的这个主意,这个好极了,这个主意一出,等于是汉人在契丹这个地方,就能够定居下来,能够帮助契丹发展起来, 所以史籍上啊,对韩颜辉有这么一段评价, 《沉颜辉》,史交契丹,剑衙开辅,铸成国立势礼,以处汉人,使各有配偶,肯亦荒田,游是汉人各安生业,逃亡者一勺,契丹微服中国,沉辉有助焉。 韩颜辉可以说是知工知伪,他等于这个帮助契丹把这个混乱的这种形式定了下来。 在韩颜辉的帮助下,太祖阿宝基铸成立士,安置百姓,而后建国成帝。 对于契丹民族来说,建立国家无疑是民族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。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,契丹国的建立又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? 那么我们遥想契丹以前的中国历史, 我们可以发现,少数民族的军长在入主中原之前,在草原上就建国称帝的,这可是第一遭。 对吧? 匈奴的军长叫谗鱼。 叫谗鱼。 什么这个鲜卑呀,突厥呀,回合呀,这些民族叫可汗。 那么他进入中原之后,他才会仿照中原的制度,建立国号,称帝。 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入了中原了,他才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。 而契丹是在草原上建国称帝,并且兴建都城。 他的都城上京林皇甫。 他的都城是上京,正式的名称叫林皇甫,临着黄水,希腊木沦河。 就是今天内蒙古的巴林左旗。 有人讲,现在也有争论,有人讲说上京林皇甫是北方民族在草原上建立的第一座城市。 以前没有,以前我们说汉跟匈奴打仗,打的匈奴沃南吴王亭。 王亭迁到了墨北,那显然是帐篷。 城怎么能迁到墨北去呢? 然后突厥,李靖也好,李接也好,大破突厥。 进攻突厥的崖障,可汗所在的崖障。 帐篷前面树立了榔头的大稻旗,他都是住帐篷的,而契丹人建城。 当然现在也有不同说法,有说回河人最早在草原上就建立了城,说回河的首都叫富贵城,在今天的蒙古国。 但是毕竟找不到了,而上京临皇府的遗址至今保存完好。 城墙,甚至街道,甚至房屋的地基,遗址都能看得出来。 所以说他建立都城,建国称地,实际上就标志着这个民族,孝法中原,取法中原。 的开始,取法中原的开始。 这是一个在契丹的民族发展的历史上,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点。 了不起在什么地方呢? 我们看中国的疆域的特点,中国版图形成的特点,绝不是像有的国家那样,靠武力扩张。 而我们的疆域形成的特点是什么呢? 是我们先进的生产方式,先进的文化向边缘地区扩张。 对边疆开发建设,使得那些地区自动的归入中原版图,归入中华版图。 对于我们的疆域是自然形成的。 你契丹人,说这个契丹人,你取法中原,建国成立。 那说明什么? 说明你也以这种文化为正统。 你也以中原王朝自知。 所以后来这个契丹皇帝就曾经讲过这种话吗? 武修文物,彬彬不异于中华。 我们的典章制度跟中国一样,那我们的典章制度跟中国一样,那我们是哪国人? 我们就是中国人,那我们待的这块地儿就是中国的地方。 所以契丹民族以今天内蒙古赤丰式为核心,建立起了这么样的一个大帝国。 那么这些地方深受中原文明的影响,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,在今天很多地方内蒙东北就留在了中国版图之内。 我记得我过去就强调过这么一个观点。 塞北三朝,辽也好,西夏也好,金也好,与两宋并立。 那么甭管是辽,西夏,北宋,还是金,西夏,南宋。 那么这都是祖国内部的一段历史。 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。 所以我们讲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历史? 为什么要讲这段历史? 那么就是说,契丹这个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,绝不是像我们在评书演义或者影视作品中看到的那样。 应该对他有一个这种正确的认识。 契丹见过之后,阿宝基著用有能力的汉人,并在他的帮助之下,结合中原法律和本民族的特点,完善了契丹的延藏制度。 在契丹的制度中,有一项政治制度一直为后人承招,而且至今仍然被用力。 契丹有什么制度最值得后人承招? 概括起来四个字。 一国两制。 契丹可以讲,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实现了一国两制的一个王朝。 为什么这么讲?中原人看待少数民族入主中原,我们非常得意。 说了一句话,葫芦无百年之运。 简单说,葫芦百年运。 你少数民族入主中原,你不会超过一百年。 为什么你不会超过一百年? 你比我落后。 你落后民族,征服先进民族。 往往是被先进民族的先进文化所征服。 马克思说的话,对吧? 所以你先是你羡慕我,你打我是因为你羡慕我。 游武民族,我快把弯刀,我就把你征服了。 征服了之后,你面临的两个选择。 你落后吗? 你落后你征服了我先进的,你人数又少。 所以你面临的两个选择。 哪两个选择呢? 第一,就是你学我。 第二,就是你不学我。 对吧? 就这么两个选择。 你学我,你不学我。 你学我,你就变成我了。 还有你吗? 对吧? 还有你吗? 对吧? 快马弯刀,我干不过你。 紫约诗云,我是祖宗。 对吧? 你一旦从马上下来,把刀插鞘里,捧起书来读,你就会对我无限崇拜。 你要羡慕我。 你一羡慕你,变成我了。 你变成我了,就没有你了。 所以你没有百年之运。 对吧? 中国历史上,像魏晋南北朝的时候,北魏孝文帝改革,完全的全面取法中原。 那么鲜卑这个民族,还有吗? 在今天? 显然就已经不存在了。 销舞平临的民族,一旦从马上下来,后来像柔软,突厥,这些新的游牧民族兴起,就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了。 他当年也是马背民族,你一下来,完了。 所以你学我就没你。 你不学我,你用这么落后的方式,统治这么先进广大的地区,统治这么多人口,结果就是你哪来了,回哪去。 你哪来,你回哪去。 少说民族入主中原,他必然要面临这种尴尬,我到底是学他,还是不学他,我学不学他,都没有我。 所以,其他人很聪明。 一国两制。 以国制代弃丹,以汉制代汉人。 我不学你,我们弃丹人不学你,但是我也不让汉人学我。 我两种制度,北面官,南面官。 北面官统治契丹人和草原民族。 南面官统治汉人,渤海人,就是后来被太祖征服的渤海人,你统治这些人。 南面官采用汉法统治,北面官用契丹旧法统治。 所以,南面官出来,穿的都是唐朝的那种服装,软脚铺头,窄衣,小袖,完全跟中原是一样的。 官名也一样,令,溥叶,书密使,完全都一样,节度使。 北方民族,北面官,还是我契丹的旧称,丞相,于悦,书密使,一离锦,断岸的官,一离碧,我还是这些个名字。 特别有意思,我们说上京临皇府,它的城不可能留到今天,而且后来女真人兴起,攻打辽国的时候,对她这个城市就进行了破坏,不可能留到今天。 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,遗址保存得很完好。 遗址,你一看,这个城市特别有意思,这个城市分两半,北边是宫城,南边是汉城,南边的汉城有街。 有房子,北边宫城一看,正中间孤零零的一个皇宫的遗址,啥都没有。 北边怎么就一个皇宫,别的什么都没有,住帐篷。 住帐篷。 南边汉人你要住瓦房,我们其他人不习惯。 不习惯,而且他觉得这人一住瓦房就呆懒了,就舒适了,你这种逐水草而居,这种气节就没有了。 所以我北边围绕皇宫的全是汽单人的攻杖,全是汽单人的帐篷。 据说现在考古还能发现,他打帐篷的时候,打桩子的那种痕迹,挖在那坑。 因为他在蒙古草原上,反正他人为破坏的也少。 所以你看,一国两制,一城都两制,表现在方方面面。 所以我保证我这个气单民族消五平零,但是你们汉人在这儿,又不会有这种疏离感。 所以辽是北方民族第一个打破葫芦百年之运传说的这样的民族。 九个皇帝享国二百一十年。 二百一十年是什么概念?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,历代中原王朝把气单扔的里边都算是长的。 而且他二百一十年才换九个皇帝。 应该说政局五代五十三年可十四个皇帝。 你可想而知人家政局很长,在位四十多年的皇帝。 圣宗、道宗,在位时间都很长。 政局比较稳定。 所以他这个制度非常成功的可以讲。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,西丹王朝在效法中原这一点上,可以讲,作为草原民族来讲,他是一个先行者。 他是一个先行者,而且他开创了这些个制度,对于以后的中国的这种历史的发展,等于说他提供了一个借鉴,一种政治智慧。 他开创的制度,对于中国以后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,你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。 另外,西丹有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在哪儿呢? 就是他创制了自己的文字。 创制文字不仅标志着西丹进入了文明社会,也标志着西丹民族文化的诞生。 西丹建国后,曾先后创制了两种文字。 一种是参照汉字创造的西丹大字,另一种是参照回和文创造的西丹小字。 那么西丹人创立的文字是什么样呢? 乍一看是汉字,仔细一看你不认识。 在汉字的基础上,笔画比汉字要复杂,创立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文字。 当然这个西丹大字不是特别好写,也不是特别好使。 因为咱们汉字是丹音节,天。 西丹语读成腾格里,他写出一个字,他要读撒音,这玩意很别扭。 所以后来西丹人又参照回和文,又创立了西丹小字。 所以西丹的小字流传比较广。 非常可惜的是,契丹书尽盛言,宋朝人都不认得契丹文。 他等于把契丹文当作国家秘密来保存。 这样的话,一旦比如说我跟宋朝打仗,我的文件,契丹文的文件被宋朝人缴获了。 宋朝人他不认的,等于密码,他不认的。 所以契丹书尽盛言,宋朝人都不懂契丹文的话,在契丹灭亡了之后,随着他民族被后来的强大民族灭亡之后,契丹文到今天就变成一种死文字了。 当然咱们现在学者正在考证,破译,主要是根据出土的穆志明,一面汉字,一面契丹文,奶奶破译。 但是基本上就是一项艰苦的工作。 我记得金庸先生有一部名著《天龙八部》,里面有一个镜头,就是萧丰的爹被误杀了,死之前在牙壁上刻字。 我印象非常清楚,香港的那个版本让萧丰的爹刻的是蒙古文。 而咱们大陆拍的《天龙八部》,那么让萧丰的爹刻的就是契丹文。 就是那种,乍一看是汉字,仔细一看你不认的,就是契丹文。 所以契丹人创作了自己的文字,标着他进入文明社会,标着他进入文明社会。 这些汉臣们出谋划错,所以契丹的国力争争日上。 在国力争争日上的情况下,出现了一件令太祖皇帝,就是这个耶律阿宝基,现在叫耶律义了,十分伤心的事情。 什么事情呢? 韩严辉跑了。 韩严辉曾经为契丹建国立下了汉马功劳。 他不仅帮阿宝基稳定了政策,还为契丹炒装了典刚制度。 因此阿宝基视他为阻绑周立,并赐予高官后悟。 那么既然如此,韩丹辉又为什么要离开其他? 他为什么跑了呢? 他想家了。 他想家了。 想家了呢,所以他回去探望母亲。 所以后来有了一出戏叫《四郎探母》。 《四郎探母》里的四郎叫杨丹辉。 叫杨丹辉。 那么现在的,甭管是历史学家,还是民俗学家,就在考证。 说很有可能《四郎探母》里的杨严辉原型就是韩严辉。 因为韩严辉他可能在契丹待的时间太长了。 他也不太习惯契丹的这种生活。 毕竟跟自己的成长的环境,跟自己的家乡差距太大了。 所以韩丹辉就跑了。 跑之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。 重新投在了刘守光麾下。 投在了幽州解渡麾下。 结果他遭人妒忌。 因为他才华横溢。 他能帮助契丹建国。 你想他有多大的本事。 才华横溢。 才华横溢。 就沐秀于林,风必摧之。 人疏于众,重必飞之。 有一个大谋士嫉妒他,整天给他小鞋穿。 他一气之下又跑了。 又跑之后就投诉在自己的朋友家里。 他就跟朋友说,我太不得志了。 我本来以为中原故土,我回来之后会善待我。 这还不如跟弃丹的。 所以怎么办呢? 我还得回弃丹。 头说我还得跑回去。 我还得回弃丹。 结果他这一说他要回弃丹,他那朋友就吓坏了。 你疯了。 你从弃丹跑出来的。 人家没什么通缉令都发了。 海埔文书这逮你呢? 你回去不是自投罗网吗? 结果韩元辉微微一笑,说你不了解阿宝基这个人。 我了解他。 我回去肯定没事。 为什么没事呢? 我跑出来的时候,他肯定特别伤心。 他得伤心欲绝。 所以他失去我,就像失去一条胳膊一样。 我回去,他得对我高阶远迎。 你放心,我肯定没事。 于是韩元辉就回了。 韩元辉的,阿宝基把自己是为左膀右臂,如今自己续而复杀。 阿宝基必定会不计前嫌,继续动用他。 但毕竟韩元辉曾经不死而比,犯了齐军当罪。 阿宝基真的能够向韩元辉输的养魂,当然不能计较,抑或是会一气之下杀了他。 韩元辉出走之后,太祖皇帝是茶不思饭不想的琢磨韩元辉。 结果有一天,梦见一只白鹤飞入帐中。 太祖皇帝一觉醒来,兴奋异常,高兴地对周围的大臣们讲,韩元辉要回来了。 果不其然,几天之后,韩元辉回来了。 太祖皇帝见了面,也得问他,我对你挺不错的,你为什么要逃走? 韩元辉怎么回答的呢? 他这么说的,望亲非孝,弃君非忠,臣虽挺身逃,臣心在陛下,臣势已复来。 我不顾不养老母,我不孝,我抛弃救主,我不忠。 所以我跟你这待着,我不忠不孝,望亲非孝,弃君非忠,我不忠不孝。 但是,我虽然逃回家乡,省亲,心中时刻思念陛下,所以去而复来。 我回去这一趟,也就是了一个心愿,省得大家伙骂我汉奸。 所以我探望老母,老母我也探望了,也不错,身体安康,福寿康宁,挺好。 然后我也为我的旧君效力了,他不用我,他不用我,又回来了,我又投效陛下,本来我也一心思念着陛下,我就想回来。 所以阿宝基非常高兴,给他起了个名,叫侠列。 侠列是契丹语,就是复来的意思,你跑之后又来了。 所以这个韩丹辉又可以叫韩侠列。 韩丹辉他去而复来之后,他还有一个想法。 他曾经给他的家乡写信,在信上韩丹辉说,非不恋英主,非不思故乡,所以不留证据王间之禅儿。 我不是不恋英主,当然中原这主子肯定也不英,要英他也不会跑,但是说句客套话,你也别当你信你为真,非不恋英主,非不思故乡,所以不留证据禅儿。 我之所以不留下来证据王间之禅儿,那个叫王间的人他老跟我作对,他老进禅言,所以我跑,我并不是不恋英主,不思故乡。 而且他把老母拜托给雇主,把老母拜托给雇主,他说什么呢? 言辉在此,契丹必不难目。 我把老娘留在中原故土干嘛? 当人质。 所以有我在契丹这儿,你们放心,我不让契丹难亲,我不会让契丹打我的故乡,我让契丹国力强大,但是绝不会让契丹与中原王朝为敌。 因此史籍记载说,故中同光之势,契丹不深入为寇,严辉之力也。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,韩丹辉在聊,吕氏高官,立氏太祖太宗世宗三朝。 可以讲是三朝元老,辽国的许多制度都是由他来开创的。 死后葬于咱们北京这个地方,今天的幽州,人称崇文令宫,韩严辉。 太祖皇帝建国之后,草创制度,然后开始了南征北讨,征服了回河。 回河的可汗上表投降,征服了北方草原民族,灭掉了立国二百多年的渤海国。 渤海国是墨河人建立的,立国二百余年被太祖耶律阿宝基在公元925年灭掉。 所以辽的疆域广阔,盛极一时。 阿宝基灭掉了渤海国之后,率师回军。 结果由于长年征战,积劳成疾,突然去世。 阿宝基一死,辽国出现了一段内乱,因为接班人的问题。 那么到底最后谁继承了阿宝基的皇位呢? 我们下一讲来讲。 谢谢大家。 辽太子耶律阿宝基死后,理应有太子耶律被集中反对,但往后树律师却坚决反对,令其负负责利用。 为达到目的,树律师不够群传反对,自己临朝城市,还是用恶毒的手段残杀异体。 为国务地位,树律师甚至不惜自动手段,那么树律师是在什么情况下自动手段的领域? 请继续关注,北京市海淀教育技术局下高级教职员,零。 讲述,赛费三场,支配后,一字,顿万海豪。